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一招令其绝望 解放军军机近期频频绕台 台美日益提升双边关系 以及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数20多天 使两岸关系陷入震荡 据日媒产经新闻社12日独家报道 称美国总统川普将承认台湾地位 并突袭释放台 截止中国计划在一年内解放台湾 并透露中国大陆正设法运作 防止川普连任 该报道称 川普正考虑闪电访问台湾 和发表外交承认宣言 同时美国方面也准备了 由副总统彭斯或是国务卿蓬佩奥 代替川普执行此意行动的替代方案 据了解 欧盟和美国的盟国们 也都大致同意该方案 报道还表示 中国大陆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针对台湾以及钓鱼台而来 且收复台湾后 还进一步计划收复钓鱼台 及日本的冲绳线 报道更透露 白宫还公布了以下资讯 一 中国大陆摆出别和台湾走太近 再靠近台湾就不惜一战的态势 透过这种方式威胁美国 私下透过一些手段阻止川普连任 二 北京领导人认为 美国大选川普和拜登的竞争 将导致美国陷入混乱 甚至产生权力的真空 而这使中国大陆将有机可乘 所以把发动武统台湾的X-Day 选在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前后 此外 路透社13日报道 白宫正推进三项对台军售交易 并在近日向国会递交军售通知 等待国会批准 香港中平社14日发表评论称 上月中旬 特朗普政府计划向台湾出售 多达七种主要武器系统 包括水雷 巡航导弹 及无人机 自2016年民进党重返执政迄今 美国已七次对台军售 总价约132.74亿美元 美国对台军售曾受到1982年 817公报的强有力限制 该公报规定 美国逐渐减少对台军售 直至最终解决 但美国背弃了这项承诺 特朗普政府更是肆无忌惮 不仅售台武器规模庞大 连攻击性武器也要卖了 评论称 美国对台售武 一个巴掌拍不成 必是台湾主动求购 或被动接受而购买的 都说台湾的安全 在于处理好两岸关系 从根本上避免走向 与大陆的军事对抗 以武巨统毫无胜算 最新的三项对台军售交易 一旦落实 对台而言将是自己逼入一场 面临与大陆冲突的极端 那将是台湾不可承受之重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日称 中方敦促美方 立即取消任何对台军售计划 充分认清 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严重危害性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 做出正当必要回应 随着中美冲突愈演愈烈 连已经高龄97岁 见惯了国际政治大风浪的基辛格 也坐不住了 新加坡联合早报8日报道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 中美必须为两国日趋激烈的竞争 建立规则 否则有可能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全球政治的不确定性局面 基辛格说 两国必须要探讨超过哪个界限 就不会再进一步威胁对方 然后他们必须找到 在较长时间内 落实这种政策的方法 如果用更直白的话说 就是中美要设定冲突边界 并且要想办法把冲突 切实控制在边界内 否则就会像一战前 英德之间的矛盾冲突一样 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仅仅在四年前 基辛格还是另一番 完全不同的表述 当时他对中美关系的未来 仍充满信心 才四年时间 基辛格对中美关系 及世界局势的前景判断 就发生如此颠覆性的变化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中美关系 在以百年未有的罕见速度 急速崩塌 乃至于超出了基辛格的 认知经验与专业判断 颇为令人感慨的是 由基辛格一手启动 在尼克松时代开始形成的 美国对华战略接触战略 在特朗普时代 已经被正式宣告成为历史 在特朗普政府的国情咨文中 中国已成为美国 最具威胁的战略竞争对手 排名比俄罗斯更靠前 对于愈演愈烈的中美冲突 俄通社巴尔认为 现在中美之间很多方面的 口舌之战都在升级 从贸易战开始 对抗转向技术 金融 意识形态领域 特别可怕的是 军事领域紧张度也在加剧 俄罗斯军事专家指出 目前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趋势 有重要相似之处是 正在崛起的世界强国 以超前速度 增加自己的军事潜力 现在 解放军军事潜力增长的想法本身 正让美国感到不安 现在中国总的舰船数量 新舰队的建设速度 以及其他若干武器种类的数量 正在超越美国 但与美苏冷战不同的是 北京和华盛顿军方之间 并未形成有效的沟通管道 也缺乏相当的军事遏制经验 因此 中美关系日前尤其可怕 虽然 美国把中国列为头号对手 但贸易方面 却也离不开中国 据日经中文网13日报道 美国调查机构 Deskars Determin 于1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9月 从亚洲地区 发往美国的海上集装箱数量 约达164.8万个 其中 来自中国集装箱数量 约达到105.3万个 同比大增16.9% 报道指出 因年末将至 美国将迎来感恩节 黑舞等大型节日购物活动 每年的8至9月 美国商家都会从海外 大批增加商品进口 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需求 更是强劲 据悉 8月从中国 发往美国的集装箱数量 也突破了106万个 增幅达到19% 而今年三季度 中国进出口额 也迎来重大突破 13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举行新闻发布会 海关总署 新闻发言人 李奎文介绍 前三季度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值23.12万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同期增长0.7% 其中 出口12.71万亿元 增长1.8% 进口10.41万亿元 下降0.6% 他表示 外贸进出口逐渐回稳 累计增速转负为正 今年一二季度 我国进出口增速分别为 -6.5% -0.2% 三季度我国进出口8.88万亿元 同比增长7.5% 其中出口5万亿元 增长10.2% 进口3.88万亿元 增长4.3% 三季度 进出口总值 出口总值 进口总值 均创下季度历史新高 前三季度 累计进出口实现正增长 英国媒体的分析报道指出 自2018年2月以来 美国对海外商品增收费用的行为 已经让美国企业承担了将近460亿美元 折合约3088亿元人民币的额外支出 从具体的贸易伙伴来看 中美贸易额也都逆势上涨 数据显示 今年前9个月 中国对美进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了2%至2.82万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 其中 我国对美出口额达2.18万亿元 同比增长1.8% 虽然不及对华贸易增长7.7%的东盟 和增长2.9%的欧盟 但这也是非常亮眼的成绩了 而中国对美贸易额之所以逆势增长 跟中国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 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 我国自美进口农产品达913.9亿元 增长44.4% 而在农产品中 大豆和猪肉可能成为重头戏 此前数据显示 今年8月份以来 中国对美产大豆的订购量大幅增加 截至9月15日 已经达到989万吨 同比增加了120% 与此同时 中国还大手笔买入美国猪肉 数据显示 截至8月31日 巴西肉企JBS在美工厂 对华猪肉出口 与2017年相比 暴涨了370% 与此同时 今年9月 我国出口稀土2003.3吨 较去年同期的出口量 3570吨 暴跌了约43.8% 按照此前公布的数据折算来看 加上9月的2003.3吨 今年前9个月 我国累计出口稀土 26,019.4吨 美国每年有80%的稀土产品 都需要从中国进口 因此 看到中国今年来的稀土出口量 大幅减少 美国也在加紧行动 试图在稀土领域实现 自给自足 据悉 美国认为生产电池和电子设备所需的 35种关键稀土材料 对国家安全和经济至关重要 但其中有14种 需要100%从海外进口 9月30日 美国重要代表人士发出命令 宣告该国的采矿业已处于紧急状态 接下来将在美国本土扩大稀土矿物的生产 然而 美国的想法很快就遭到业内人士泼冷水 总部设在爱尔兰矿业巨头的科技金属公司 发出警告 美国想要赶超中国在稀土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 可能还需要很多年 预计仅仅是开发稀土矿 就需要将近10年的时间 更别说还要发展提炼稀土的能力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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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